一開場就是人稱車神陳和煌開著Model C上場 台灣首款自行開發量產電動車 在眾所矚目鴻海科技日露面卻不夠看 鴻海強調這回亮點再放大 不光自誇也邀請輝達到現場 說對雙方展開合作 回答AI伺服器GB200量產版 這兩天也會在活動亮相 此外兩款鴻海自主開發的電動車 Model B全地形跟Model B跨界修旅 也同步發表首次曝光 我們在今年會量產準備的Model B 它最主要是針對年輕人的客群 它跟我們C不一樣的地方 C是針對我們家族客群 所以它會是比較大空間 讓它更加的CP值高 鴻海懷抱著9月營收7330億元 月增33% 年增10% 創同期次高的好成績 這回大秀在電動車領域發展決心 只是一攤開台股 今年開盤跌11點 早盤最低還來到22558.39點 跌破股民野境 鴻海跌1.5元 廣達也下挫4.5元 台積電 聯發科 四大全職股通通開黑熄火 受到了美股前一天收黑大力衝擊 讓分析師現在也將大陸股市視為焦點 陸股在這個11場價回來之後 其實開盤直接就大漲 這也反映了過去一個禮拜 大家對中國這個市場的樂觀 專家提醒 8號陸股一開盤 上陣指數就暴衝到3674點 生成指更是大漲12.67% 創業板也漲18.44% 進千檔股票漲停 甚至上海股市開盤20分鐘 成交額就突破1兆人民幣刷新歷史紀錄 但台灣投資人卻不敢貿然邁進 所以總是跟著陸股水漲船高的中概股ETF 78號開盤是賣壓湧現 小心操作在投資元素走向複雜之間 報導新聞您去林博士 創報道 民生包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